不相干的一个话题 鼓到了好几天 我都觉得有点累了 完了这个 今天呢 因为这个电话卡的问题 所以放一个直播上 放一个录播上 明天换完电话卡以后 我来试试看 直播到底怎么样 如果确实不行的话 那看来还是得选择录播 其实我现在的条件呢 不是很异响 那么没有一个单独的位置 可以给我做这个录播或者直播 天台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个 相对啊 相对安静一点的地方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效果 噪音还是很大 那明天我再添置一台手机 再买一个支架 那么在直播的过程中间 我同时也会上录播 那么一旦直播的效果不好 我就会把直播删掉 或者同时放一个录播上 这样呢相对可能要清楚一些 至于这个文字版和这个音频 我目前还顾不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原来一直是 最起码是打个底稿 完了这个底稿呢 可以摆在这个万维博客上 我以前出的一些视频是有文字稿的 那么最近几个月呢 我开始做了一些闲聊的话题 是吧 我看看哪天实在不行 弄一个那个老瞿闲聊吧 是吧 我们见个吧都可以 但是 每次信口说的这些东西呢 你让我打稿子 其实没必要 我也不想背那些数据 因为你要知道 我引用的数据 基本上都是很保守的 只要是我说出来的东西 你在网上 基本上都能查得着 而且我引用的数字 相对肯定是 比较保守的那一款 我不喜欢那个 慰言耸听 或者说去蹭什么热毒 犯不着 你看我 我针对这个热门的 这个社会热点 很少去评述 难得在这个 录播里面 或者直播里面 会待一句 我觉得就 已经算很到位了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 后人像时代 你完全要靠我们自己 去评判 一个事件的真伪 我们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就作为个人啊 其实你作为一个团队 或者说一起组织 你想去搞清楚 突发现象的 背后的本质 都很困难 这并不妨碍很多大仙们 对吧 张口就说 那么完了以后 从任何一个事件 他们都能关联到 背后的这些 所谓的真相 其实我以前说过这个问题 这个世界上呢 其实它没有什么真相 所谓的真相 只是把事实的一部分 摆在你面前 那么历史上我们看到的 最擅长操纵 新闻报道的 是克格勃 最好的个案 都在越战 很多张获了这个 摄影讲的 这些照片 背后都有着一些 凄惨的故事 与事实根本就没有关系 他们不仅影响到了 当事人的这个 生活 影响到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同时也影响到了 美国的国策 所以呢 不要在第一时间 试图去探求真相 尽可能呢 稍微等一等 在我们这个后真相时代 第一时间去转推 或者说去评价一个事件 其实是不公正的 绝大多数人不具备这个能力 我们有的时候呢 看了一个新闻出来 觉得挺开心的 给他转一转 解解气 但并不代表我们赞同 这个观点 我以前说过这个 就我的一个看法 转推其实呢 就是凑个热露 点赞呢 算是支持 你要是再加上一段 评语 那就算入伙了 中国由于经济的问题 以及 最近几年来 当局的倒行历史 许多人已经开始移民 移民这个东西呢 它并不是说 你全家搬走 这叫移民 其实你开始 处理公司财产 咨询移民中介 联络已经在海外的亲友 同学 这其实就是一个起步 那么很多人 这一步都已经走完了 他们现在卡到哪呢 第一 对未来的生活 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预判 第二 对内地的财产 很难割舍 就他们无法确信 在某一个价位上 成交是不让他后悔的 第三 总有自己劝不走的亲人 那么我们先走一步的这些人 虽然我走得不远 有些人批评我说 去的国家很少 完了以后呢 你不要代表别人 是吧 尤其在西方国家的 有很多国家 他这个老百姓之间啊 就对新移民是很好的 是 有 你说的是你 我说的是大众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啊 托家带哥往外走的人 其实我给你们提一个建议 你们跟青年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有很多走出国门的人 他跟我一样 他并不懂外语 会英文或者说会议门外语的 这种人才其实并不多 不是每个往外走的人 都事先学了几年英语 那么你出了国以后 你第一时间找到的肯定还是中进 说中文的 那么你不管去哪一个国家 你去远一点也好 或者去近一点也好 看钱 是吧 你手上有钱 你说你做投资移民 你到哪去都能安心 但是落地以后 你会觉得你没办法挣钱 而且很多人看你的眼光 它是有问题的 我们见到很多新移民 走出国门第一件事 他去加入教会 你以为他相信基督吗 不是 他是为了生存 即便在泰国这样的国家 你改信了基督教 对你落地都是有帮助 你别看周边的国家 相信这个小城佛教 很多国家 相信这个佛教的这些佛教徒 甚至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多 但是基督教呢 他有一个互助的这么一个模式 我们见到了很多走出国门的人 他们或多或少的 都开始接触了教会 其实呢 这也是寻求外界 对他们帮助的一个来源 因为仅仅依靠老华侨 来帮你的忙 这是一种奢望 我们知道很多 他不是为了挣你钱 而帮助你的这些老华侨 这些广东人 他们非常的友善 但是你总不能没脸没皮的 啥事你都去找人家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见到的一些中介 他大多数情况下 他并不是老华侨 他也是新华侨 甚至没待几年 有一些人 他做的就是这个产业 他除了坑新出来的中国人 他没地儿挣钱 所以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 你不要轻易的迷信 这些中介 任何一个中介 你首先要搞清楚一点 他跟所谓的海外媒体一样 他都是一个经济团体 他首要的目的是挣钱 而不是帮助你 中国呢 很奇怪有个事情 大多数国家的这个移民 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以后 他会抱团 中国呢 恰恰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历史上 把这种移民啊 到海外谋生的 比如说 源者 异国他乡的 称之为叫天朝器皿 那么政府首先 他就不愿意管你 完了之后呢 中国人在国外互助的这种情况 相当相当少 就我谈的是公司对个人啊 就是所谓的中介 或者说某一个团体 他会帮你 这可能性很小 那么他跟你之间 完全是钱与钱的问题 他只是想挣你钱 就像我们说的骗子一样 这个世界上呢 只有骗子对你是真心的 因为他是真心实意来骗你钱的 同样的一个事情 完全可以简化操作的 中介为了收取高额的用金 他会把你搞得很复杂 就让你云山雾灶 到最后呢 事儿不一定能办成 但是你钱肯定得付出不少 周边国家 因为国企的原因 其实对中国人 最近几年来 已经开始很反感 体现到行动上 体现到民众 对中国人的观感上 一旦走出国门 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不要听他们虚的呼的在那传 说哪哪哪有多少中国人 哪哪哪怎么样 这东西跟你没关系 因为你走出国门 第一件事你得落地 就像我现在面临的情况一样 我得先看银行账户 是吧 我得挣钱 或者说朋友给我打钱 你总得有个账户吧 是不是 你不能老指的钱庄 对吧 你像在泰国 我还没找到一个钱庄 我现在混着都已经 车万宝路了 我连中国香烟都不知道 在哪儿卖 我今天好不容易 找到一个免税店 看到中国香烟了 人不卖给你 人直接送到机场 你要回中国 是吧 你可以带走一个人两条 你要说在泰国车 人就是不卖 你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你马上要不了几天 孩子就得上学了 我还得找华人的学校 或者说教会的学校 因为我现在考虑的 就是这两个嘛 是不是 一个一个得落实 人家现在得放假 你还得先找到 人家在哪儿 完了以后 他几号报名 大概交费是多少 就所有的东西 都是两眼一抹黑 到现在为止 我现在买的酱油 都是生抽 是不是 我想炖东西 我买不到酱油啊 醋 什么 镇江香醋 你想都不用想 我现在所有找到的地方 卖的最 最接近于 我们日常调味品的 叫什么呢 叫白醋 是不是 那我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么每一个走出国门的 他其实依照你 去的国家 他都会有一些区别 你比如你在美国 或者你在老挝 他有华人的超市 你所有的生活用品 你都可以走去就买 就算价格有一些相差 那么基本上你能承受得了 问题不是很大 那么还有一些国家 他就没有专门的中国食品 中国烟酒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愿意进口 就经销商 他不仅不容易获得利润 而且经常被罚款 这种国家不是一个两个 你不是说我在泰国的这种经历 好像是独特 其实不是 你在欧洲 或者我们讲比较近一点的 像乌克兰这种地方 你想喝一瓶中国白酒 你得花很大的运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专门的超市去卖 就你可以订 订了以后 专门有人给你运 那么每公斤 他会送你几十美元的运费 这种情况不是独立的 就很多国家都会遇到 那么你出去之前 你就得考虑到今后的生活 中国人呢 我们在国内 就是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行业 就熟悉的 熟悉的行业 甚至有些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产业 或者说变卖了自己的住房 那么你踏出国门以后 你就得考虑清楚 你靠什么活着以后 你能靠你带出去的钱 维持你和子女的生活吗 那这一点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 那么马上就面临了一个问题呢 你出去靠什么挣钱 你比如像我 很简单 我喝卖美单挣钱 我来了以后 我就联系了 我原来卖了几年的这些 卖服装的 卖鞋子的这些供应商 那么我到老窝 他们发货到老窝 我到泰国 他发货到泰国 那我以后比如说我去美洲了 我到巴西了 他给我发到巴西 是吧 这个没有问题 你中国人他都是属于那种不熟不作 你肯定做的是你比较熟悉的这么一个行的 你说刚踏出国门 两眼一抹黑 啥事你都不明白呢 你就想挣外国人钱 这可能性是没有的 那么你从中国往外运东西 你跟中国的经济始终是割裂不开的 那他就面临了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 你的供应商跟你之间 现在的交易是怎么完成 你比如我现在 我是通过微信转账 是吧 银行转账 有中国的银联卡之间的转账 我用人民币交易 那么他通过物流公司给我发货 未来很快就会出现变化 你现在从国内你支付人民币 你买的东西 他给你发出国了 他没有获得 就国家他没有获得外汇 我相信这种管制 很快就会出现 就是他出国一样商品 他就得换成外汇 你说你用人民币交易 不可能 对吧 因为人民币是他自己印的 他现在需要的是印铜货 你既然这个商品是卖给国外客户的 他就必须要收到相应的外汇 那这就麻烦了对不对 首先一个自营进出口权 很快就会被剥夺 因为他要管制经济的话 管制外汇的话 他就不可能让每一个个人 或者说小的这种经济体 都能去做外贸 那么他最终还是要归到这种食餐行 是吧 广交会这种模式 就你不管你买中国什么产品 你必须得通过外贸公司 各个省的这种外贸公司 去收取外汇 那你出去一双高跟鞋 它换回来的是所谓的出口创费 你得给它外汇 它才能获得利益 这个我相信很快就会出现 那么你做中国产品的外销 不管你质量怎么样 你的生意怎么样 那是你的问题 政府他很快就将逼着你 把交易全部改成 用外汇来换取中国商品 这个东西在操作的时候 它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因为你现在比如说 我现在买的是尾单 是吧 我一件衣服出来 可能就一两块钱 对不对 我跟那个卖尾单的谈好了以后 他就给我发货了 我打人民币给他 他就给我发货了 那么但是你这种模式呢 你到了国营经济的管制之下 它就会变 它首先会变成什么呢 就是说你一块多钱 两块钱一件衣服 不可能 他觉得你这个价格有问题 是不是 你这件衣服明明你能卖 比如说二十美金 那么你一美金不到 你就成交了 是吧 他就觉得你这个价格出现了欺诈 你是为了逃税 你是为了逃避 这个那个 是吧 他会搞一大道东西 那么原本我一两块钱 说贵一点吧 三四块钱进的衣服 它极有可能就给你核定成 五美元 十美元一件 那么你就没有利涨 对不对 那么你到了国外以后 你如果说你不依靠中国的产品 你自己能生活下来 你能做什么呢 你开个中餐馆啊 或是说你到大学去教书 这可能性都不大 因为你要做的这个东西 它都是一个零和游戏 中国人在海外有很多 是从餐馆 洗衣店 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这种服务性行业呢 它不是说越多越好 它在任何一个国家 它都是有一定比例的 那么你走出来以后 你怎么样生活 你怎么样融入当地的这个环境 这都是问题 不要轻信中介跟你说的 这个国家很好混 是吧 在这待个三年五年呢 我就能给你办到那个申根签证 完了以后 你有欧洲的这个 几十国可以跑 二三十国 二十多国 你可以到处来跑 对不对 说的都挺美 但能不能做到呢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不要轻信 别人跟你说的这些东西 即便你出国踩过点 去旅游过来 没有用 深入的生活下来 你需要克服各式各样的障碍 它不是说你踏出国门 你有点钱 有点路的 你就能安身 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你落地的以后 你遇到的问题 都不尽相同 没有任何例子 是你完全可以借鉴的 那么首先你要有一颗强大的心灶 你要能预判的 未来生活中的一些波折 你能承受住这种打击 你才能往外走 那么出了国门以后 你会遇到很多 你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 它有一些是因为政府造成 有一些是因为前期的移民造成 有一些是你自己 可能不习惯的 你心理上抵触它 所以你刚走出来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 我们知道最近十来年 中共一直在搞这个一带一路 所谓的这个提法呢 提了没几年 但是它这个做法已经有很多年了 从本质上来说 一带一路呢 你得分开看 海上这个东西 它完全是骗人的 它主要是路上 就它要打通一条 就如果说海路被封锁以后 它要打通一条 从路上去欧洲的 这么一条线路 就是所谓的丝绸之路 沿途呢 它有很多 比较落后的国家 中国在这条路上 可以卖掉一些初级的工业品 然后可以换回来一些资源 包括你看到的现在 在非洲的一些投资 就所谓的 习近平 其实他的目的还是为了抢占资源 只是这个资源呢 在很大一部分情况下 它是依靠海路来运回中国的 一旦外部世界对中国关闭了 非洲所有的投资 都会打水漂 因为美国挑头对中国实行的这次制裁 它虽然是以贸易战的形式出现 但是它最终 它会有一个全球联动 非洲的资源到不了中国的时候 你觉得它可能会运取欧洲 但是欧洲绝对不会站在中国这一边 一旦两个阵营形成 那么中国在非洲的所有投资 暂时都会被放弃 根本就得不到保权 所谓的去欧洲的这条路上 沿途有很多穆斯林国家 他们在跟中国之间 文化上有一定的冲突 中国政府呢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除了撒币就是骗人 高级领导出访的时候 丢两颗红枣 给人家一点甜头 那么跟着带出去的这些 经过中央政府 对外签署的一些协议 出去的一些大的公司 是吧 有很多都是国企 或者改制之前是国企的 这些权贵的企业 他们始终是带着 在中国境内的这种蛮横的方式 去进行生产 掠夺性的开产 对环境的破坏 在劳保上面的冷漠 其实呢 它会伤害到很多沿途国家 这些国家 我们一个一个看过去 你可以说它没什么用 但是呢 大多数都比较彪悍 它不是很跟你讲理的 说干你就干你 你如果去这些国家 你就要相当的慎重 因为你踏出国门以后 你选择定居的国家 尽可能是 今后 在政治上 军事上 经济上 跟中国不会发生冲突 你选择这些国家呢 相对会保险一些 那么如果说 你已经确定了 你要去的国家 只能奉劝你一点 到哪 说哪 别自己硬挺 你原先在国内 得到的这些信息 就政府给你灌输的 或者说 这个媒体给你灌输的 这些信息 它往往是失真的 那么中介呢 它也是报喜不报忧 它不会跟你说的很可怕 因为这样的话 你不来了 它就这么找你这笔钱了 那么还有个问题 就马上落地以后 你会很现实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国家 你要考虑清楚 你持有什么样的身份 很多人觉得 我到了西方国家 相对发达的国家 我就得争取拿绿卡 拿这个永居 是吧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得入籍 让孩子们也入籍 是吧 自由的地方 自由的国家 这个观念呢 其实也是错误 就是这个世界上 它老残其实分两种 一种呢 就是盲目崇拜这个专制 他觉得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吧 牺牲个人 牺牲小团体的利益 来维护国家的利益 让国家快速 走上一个快车道 快速地强大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类 这种宣传 我们从小就听惯了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揪篇 揪过了 这些人觉得一民主 啥事都解决 什么东西都没有民主 自由重要 那么他们非常相信 他们自己所渲染出来的 这种气氛 其实相对先进一些的国家 人家并不是说 民主自由的这个尺度 有多大 你看德国 它还有网络审核 网络管制 对不对 人家最主要 能够获得成功的 是法制 就有法必义 它没有这种 像不其常的这种制度 对不对 你这个事不能干 你就是不能干 是不是 你比如说在台湾 有一个小学 那么前两年 出现过一个故事 就是 全校 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 有一些班级 他穿上了纳粹的军队 打上了纳粹的标语 这个事件 很快就被平息了 如果这些事发生在德国呢 百分之百 校长和辅导员要坐牢 欧洲有很多国家 原来是共产 实行过这个社会主义的 他现在把这个镰刀斧头 把共产党的所有的标记 都设置为违法 那么你到了这些国家 你就不能乱吹乱动 你要是哪天 酒喝大了 你跟别人白吃半天 社会主义好 是吧 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 得 你又触犯了当地的法律 那如果说你到了一些王权国家 你比如说 他那种 立宪的不算 你说英国问题不大 但是你到了沙特 你到了泰国 你要敢攻击王室 你在任何情况下 你在公开的场合 攻击王室 你都会得到应有的处罚 所以呢 这个世界上 现在有三种国家 一种呢 是所谓的民主国家 一种是王权国家 就有国王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三种国家 我们其实呆惯的 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什么话你都敢说 是吧 就是说除了你反政府 反对共产党 你别的话都敢说 但你到了别的国家 就不一样 在民主国家 它有自己的一套模式 你在这种环境下 你对自己的言行 是要负责任的 虽然诽谤案很难打 我们最近一年多吧 差不多 看到了这个很多 诽谤案 给美国的律师 创造了很多机会 但是它本质上是什么呢 是一帮拿着难民证的人 寻求政治庇护的人 在浪费美国的司法资源 这就是本质 我告诉你 美国 它本土的居民 是不会像我们华人一样 参与到这种私逼的 它不会管你谁对谁错 它只会有一个观感 你们这群人在浪费 我们纳税人的金钱 知道吧 所以呢 到任何一个国家 你首先要搞清楚一点 民主它不是万能的 不是说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 你去了以后 你就啥话都能说 啥事都能干 不是这么回事 相信民主了 面包就有了 啥都有了 你相信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要把它带入生活中 是吧 你聊个天 大家在推上也好 在微信群也好 唠唠嗑 就可以了 你说你要玩高大上 那就启蒙 对不对 建议启蒙群 为中国的民主 推动中国的进步 做一点贡献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真的移民了 那就不一样了 你要在现实生活中 你要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自己的家庭 不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这个世界上呢 没有绝对的自由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 我昨天甚至提出过一个观点 如果你移民选择去美国 你尽可能不要首选美国国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无法预测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 今后会发生什么 甚至连他们会不会断交 我们都不知道 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谈 如果两个阵营 顶上皇怼上的话 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 那么你继续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籍 和你申请美国国籍 其实都是有风险的 因为前面有现成的例子 珍珠港事变以后 美国政府以保护 在美日朝的这个名义 剥夺了 日朝的财产 土地 把他们圈进起来 建了26个集中营 甚至有很多 是在美国出生的 这种二代 他们一句日文都不会说 从来没去过日本 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拿的也是美国护照 但是没用 今后呢 谁能保证 在两国发生纠纷的时候 你不会被当作牺牲品 所以我建议如果去美国的话 你甚至可以考虑一下 别的国家的护照 你比如说 你拥有中华民国的护照 拥有韩国的护照 哪怕你拥有巴西的护照 在中美发生问题的时候 都比你持有一本美国护照 要更加的安全 即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华 或者针对华人的这种审查 你在门口竖一面国旗嘛 对不对 你如果是台湾公民的话 你竖一面青天白日 谁都不会找你忙 即便你有什么嫌疑 他遣送到你护照所在国 也比把你圈禁起来 或者对你进行审核 要安全的多 不就是个遣返吗 你又没回到内地 对不对 那相对来说 这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不要迷信说 我来了几个月 我申请了绿卡 完了以后 五年之后我要考公民 很遗憾 中美之间的蜜月 已经结束了 所以呢 预备踏出国门的人有很多 走之前考虑清楚 对未来的期望值 不要设定的太高 如果是脱家带口的 尽可能慎重一点 步子卖的慢一点 不要扎扎乎乎的说我带着钱来的 我变卖了在中国所有的财产 你甚至都无法证明 你在中国获得财产的 是否干净 这个钱你怎么来的 你拉过吹吗 西方有很多人 他从小秉承的这个教育 是按部就班的 他不是说你从中国带来一笔钱 你是一个富豪 他就会正眼看 不是这么回事 在他眼里很多时候 他会感觉到你的钱来的不干净 他斜着眼睛看 他觉得你是贼 即便你说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你没有什么钱财 是吧 你有自己的学识 有自己的工作经验 你要找一份工作 希望 你到达的这个国家 他们能平等的对待你 这个可能性都不大 因为在你来到之前 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来过了 他们这种娇奢盈异的方式 大多数外国人也是不喜欢 国企在你之前也来过了 他们很脏 他们不停地在违反着 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法律 他们觉得他们有钱 他们可以践踏人世间的一切法条 在你出去之前 私营企业家也去过 凡是你能想不到的国家 中国的商人都去过 很多商人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干净 他们有一些做法 其实是拿不上桌面 等你去了以后你就会知道 你到了这个国家 华人的这种所谓的首富 他往往都不是做震撼生意 那么你作为一个新移民 你能改变这一切吗 你能改变住在国 对华人的印象吗 最后我想重申一点 不管你想去哪 趁早 如果你觉得 你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去美国 去英国 去澳大利亚 去加拿大 那么你就老老实实的先去东南亚 与我们接壤的这些国家 你很容易出来 也很容易在当地 获得商务钱 工作钱 留下来很简单 成本一点都不够 我就拿老国做一个比方 任何一个中国人 只要你有护照 你就可以合法的进入老国 那么落地一签呢 也就两百多块钱 有人币 两百多块钱 你甚至可以把你的车开来 你的车 每个月的保险 也就几百块 很便宜 那么你到了这种国家 你说我是旅游签进来的 我要改商务钱 或者我要改工作钱 我要在这不回去了 就短时间了 我不回中国了 没问题 你开的汽车 一个月大概得交三百多块钱 四百块钱左右 就这个费用里面 包括了保险 就你 挂的还是中国牌照 但是你可以在老国合法地开 那么你说你作为一个个人 成年人 比孩子上学 那个东西很简单 是吧 他只要办一个学生签证 那一年的话没多少钱 好像是几百块钱 不到一千块钱 人币 我算的是人币 那么你如果说 你说我成年人 我在这待一年 我要办这些工作签 赞助证 怎么办 有中介 很便宜 四百美金左右 就两千多块钱 就能搞定 我为什么要打这个比方呢 就是我把亲身经历 告诉你们 想走出国门 其实很简单 当然了 你真要是 如果内地啊 确实无路可走了 你觉得风险太大了 你到了边境 你没有呼召 你都可以走 无论是越南 柬埔寨 缅甸 还是老挝 边界上都有黄绿 他就专门干这事 你千万不能说 你说我要偷渡 这事你不能干 为什么呢 他有可能会举报 他也有可能 收理高额的过路费 而你要是会说话的 很简单 就我到云南来旅游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我旅游的过程中 我发现老挝 我从来没来过 是吧 我想去玩玩 对不对 我也没带护照 咋办 黄流会骑摩托车 带你过来 最便宜的人民币 两百块 就这么简单 中国人只要想踏出国门 目前还是有机会的 这个时间段不会太早 随着中美之间 进一步的对峙 外汇 外汇 中国的创汇 能力 将会越来越薄弱 国门会 依次关闭 各个省 已经开始 做了一些调整 他们通过电脑 修复 比如电脑升级 通过这种方式 停办出国护照 就是一种演习 已经有好几个省 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你不要考虑 所以说我再看一看 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个人 都像张爱玲一样 有这么好命 在最后的关头 带着她的挑夫 越过罗浮桥的 好了朋友们 祝你们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